俄乌大战持续我们带你来看到 现在呢这个 乌克兰公布了有 战争罪的犯人名单 是有上千名的 到底现在不查证屠杀 平民真相为何 双方是各说各话 首先我们来可以看到的是 俄罗斯军队呢在数天之前 不是说要撤离乌克兰基辅的郊区吗 结果现在乌军在进来之后 发现俄军在当地犯下一个残忍的暴行 怀疑说是有多具 甚至勾达勒是有上百位的 这个平民的遗体是有残缺的 在一间房子的地下室 居然藏着18具的遗体 有男有女还有孩童 而且都是残缺不全 那乌克兰军人说 俄军的行径真的禽寿不如 总统泽文斯基也来到了 布查镇来视察 看到这样的惨况非常的激动 同时他也通知俄军犯下 种族面具罪行 说他们对人比对动物还要差 而且他表示说 这样的恶行已经超越纳粹 其他整阵死亡的平民 比布查还要来的更多 好 现在呢 在昨天四季表示说 他还知道数千的民众遇害 等等等等 所以他认为说 这个行为真的是超越纳粹 那包含了德法 现在也纷纷喊出要制裁 德法是驱逐了75名的俄国外交官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德国的外交部长说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行 那乌克兰也曝光了2000名的俄军 布查镇罪犯的名单 喊话要将他们绳之以法 好 你可以看到在乌国的国防部发言人就说了 俄军从白俄调回俄国将集中了军力来攻打乌东 并且呢 他也看到在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当中 好 在我们刚刚提到 在包含了德法 另外还有在英国 英国的外交大臣表示说 俄国没有资格继续来参与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 并且呢 也来呼吁西方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 那么西方持续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跟俄国的贸易活动并没有中断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包含了我们的学者就说了 好 这个责任斯基对全世界的情绪勒索手段 就是希望用民意来压迫各国的政领袖 能够给予支援 那么其实现在把各国都得罪光了 确实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 责任斯基呢 是不断的像包含了美国啦 包含了北约啦 包含了欧盟等等 是不断的来喊话 希望大家都能够不管是晶元还是军元 还是在实际上呢 来支持他 那么现在到底 到底双方各说各话 这个布查证的真相到底是如何 责任斯基他走出了基辅 穿着防弹衣来看到这座城市 那画面也曝光了 所以现在国际都提出了制裁 包含美国总统拜登也再次的谴责普丁 是战犯 认为他必须要接受审判 乌克兰总统责任斯基走出了基辅 特别到受俄军揉烂的城市布查视察 当地许多平民遭到俄军屠杀 他义愤填膺地表示 而乌克兰也已经开始搜集证据 甚至发现一个处决式内部的状况惨不忍睹 而在各种产像曝光之后 国际间的愤怒达到顶点 美国总统拜登再度形容普丁是战犯 另外英美甚至都出现了要将俄罗斯 踢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声音 至于欧盟则是紧急开会讨论 将对俄国实施新一轮的制裁 尽管俄罗斯到现在都否认犯行 但是俄乌之战已经使得普丁 在国际上越来越遭到孤立以及边缘化 记者综合报道 乌克兰在首都基辅外围的固扎镇 发现了几百具尸体来调查 俄军是否触犯了战争罪行 而对此克里姆林公文发言人佩斯科夫说 乌克兰公布的影片不可信 有明显造假的迹象 我们将写在这样的好处 also有一样的状况 我们都马上浪击了 那我们试阅想不得 发现 一样的状况 我们也试图了 そう的状况 所以一些裸写的力型 在期待新冠煉人的部队 30举年 今日评计划 说城市回到平常生活 发生了兵力的兵力 员上了街 没有兵力 然后在三天 他们认为这样的行动 针对乌克兰政府 指控俄军在不查证的军事行动 美国总统拜登 先是二度来痛批普丁是战犯 而在白宫新闻会上 白宫发言人莎奇表示 拜登认为俄罗斯到现在 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拥有成员资格 他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所以认为应该将他 而现在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已经来到四十多天了 遭受到许多国家的制裁 并且要加大制裁 俄罗斯也频频出招回击 普丁在周一就签署了命令 对于莫斯科眼中不友善的国家 跟的确公民就寄出了签证限制 俄国总理表示打算恢复 往来友善国家的航班 普丁签署了命令 暂停俄国对欧联部分的国家 以及挪威瑞士丹麦冰岛的 简化签证发放机制 在4月4号生效 这项命令也下令 俄国外交部跟其他的机构 实施个人入境限制 对象是对俄罗斯及其公民或法律实体 采取不友善行动的国家地区公民人士 而这份清单包含了美国加大英国 欧盟 乌克兰 台湾也被列在其中 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生成机 埋回家自己来使用